下午的3點12分 列車陸續 狂緩的返回台北 我們坐的是3點12分 3點12分的 列車 往台北方向的列車 現在列車呢 現在不知道是 停告是哪一帳 看看現在 現在列車 看看是停告 停告的是哪一帳 現在列車是停告的 第一航煞 我們剛剛是在的第二航煞 第二航煞 現在列車經過是第一航煞的站 第一航煞的站 第一航煞的站 我們是坐3點12分的直達車 預計36分回到台北的 捷運車站 從桃園到台北坐3點12分 這一班列車 我們 從烏龜一航煞做到下一站 是長庚醫院站 這是直達車 直達車 這不是普通車它有分兩種 直達跟普通 直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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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達車到台北到桃園機場 或桃園機場到台北 大概只需三十六分鐘 三十六分鐘 直達車 直達車 直達 customers 直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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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了 直達車 直達車 輪椅族來講,是非常大的,好的一個方式 到達桃園機場 我們到桃園機場以往都是做黃冠啊 或者做要包車來這邊的話 能鑽到輪椅大概一趟是一千五百塊錢 又從桃園回到台北要Double 叫車三千加一千五 所以對長賬輪椅族來說 通通最少要花四千五百塊錢起跳 你才能做到到桃園機場 那現在呢這個 有了這個桃園機場捷運呢非常方便 桃園機場 桃園這個機場捷運非常方便 下一站是長庚醫院站 長庚醫院站 現在列車呢 已經到了 列車已經到了 外面